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也因此 我们能了解到马荣的最新动态 就在7月29日 马荣好友爆料 马荣已经带着儿女前往美国了 不然也不会被法院定为被执行人 而且他还表示马荣何时回国看心情 马荣在接受抓访时曾表示 王宝强花了2000万来 限制自己出境 而这位马荣的好友在回复网友的留言中透露 王宝强之前用2000万做担保限制 马荣出境已经被王宝强取回了 言外之一是王宝强为了上分钱 所以才撤回这笔钱 让马荣有机会出国 让人意外的是 马荣竟愿意放弃自己 曾一直很在意的5000万 只要婚内10年的财产 儿女在美国抚养费也可以不提供 并且在分割财产后劳死不相往来 可以说 马荣的这些举动 会让人有点摸不透 他真的舍得放弃那些财产吗 指的一提是他的另一位好友 曾决言马荣这些举动 会让他遭遇牢狱之灾 对于王宝强而言 马荣如果带着儿女出国 他应该很焦虑才对 但事实上 他近期在忙着宣传电影映出好戏 在活动现场表现十分活跃 一点也看出有颗烦恼 事实上 早在2016年 王宝强刚刚发出离婚声明时 就有人报 要马荣带着孩子出走美国 不过后来被证实是假新闻 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目前 王宝强方面对于这些传闻并非作出回应 不得不说 马荣和王宝强这起离婚事件 从这初出轨 转离财产 现在将矛头指向了孩子 真是比狗血剧还要狗血 DM的也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字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 我忘记了 写养者 你能够和兴睡了吗 我忘记了吗 如果这个诡字充民歌的几个第二次